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十年某一件双刃未成事 今日把事军谁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赫 钟离荣 欢迎收看最帅的画容点睛 今天咱们家捐股价指数小跌32点 但是OTC的部分 它是呈现一个大跌的状况 因为盘中跌了1.5到1.7个百分点 我们等一下再慢慢来解 其实现阶段的行情 你要弃定神弦来面对这个行情的变化 因为它不是一个空头 只是整理的过程当中 人家说整理盘有时候变成整理盘 所以我一直跟他讲不要频繁交易 这是一个很操作基本的一个观念 好 那么昨天应该讲说 今天是礼拜五礼拜四 礼拜三的时候我跟他谈过 如果礼拜四是开D的话 那个开D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买点 因为它会上去 可是礼拜四是开高 那开高的情况下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先上去了 它就是一个A点跟B点的概念 就是说两个点都会来 如果A点先来了 那么B点后面就会到 那么如果B点先来了 那黑点就会到 反正就说 如果是先下来 它就会先后面上去 然后可是昨天是先上去 所以它今天还会再下来 所以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说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接下来主流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什么墙去追什么 隔天可能结果都不会是愉快的 那这个地方适当的等待 其实是值得的 好比你每天搓来搓去的好 好 那么我先跟大家谈这个 这个大模型的部分 因为这个东西它 我认为它出来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要用气象预报的角度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 甚至更高 当然因为主管境外规定 我不能讲百分之百 那如果是百分之九十 很高的情况下的话 那回到我跟大家讲圈圈的地方 就此数的关联 你当然要买股票 那只是要买什么 还有我在跟你谈这个 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没跌下来 我跟他讲会跌一次 回撤这个低点一次 好 这回撤了 对不对 好 那包括这一两天的 上上下下的整理 这个都是 基本上都是技术分析看得出来的 好 那么这个东西 你与其它叫做一个整理盘 倒不如它叫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好 因为现在目前的一个 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你说真的没有机缘面吗 没有错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公司 好 基本上它的基本面的状况都很差 可是它的股价 其实有一些都已经先做反应 那甚至另外百分之二十 它其实是有基本面的 所以跌下来有很多的股票 它就出现一个明显的支撑 这就是涨时重视 跌时重止 好 只是这当下 你能不能分辨出来而已 好 那么再来就是 现在大家会谈到这五二零之后 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魔咒之类的 好 那你们最近会看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议题 好 我先跟大家讲 我认为它是假议题 好 当然这牵扯到政治的东西我不便多谈 只是说因为台股跟政治它联动的紧密程度 其实是非常高啦 好 我只能跟你讲说 政治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会紧 有些时候会松 紧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松 所以你有些时候要在紧的时候 去买一些股票 好 因为这些股票 它就是因为紧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不知道它的后面的一个基本面 它悄悄悄悄出现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些股票它绝对不是绝大多数的股票 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谈说 有一些股票其实有在出货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讲 好 我只是希望你手上没有 好 那么 其实关键还是在财报啦 所以你现在投资朋友 你现在手上有什么股票 你要好好去看它 看他自己手上 看你自己手上有什么股票 不是说 就像小时候的一则广告嘛 今天你买了什么 我没买 赶快去买 做股票不能这个样子哦 今天什么好 你没有 赶快去买 那你要买的话 第一个你手上也有钱啊 第二个如果手上没钱 你可能就把股票卖掉 那有些时候你卖到了好的股票 你可能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以要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才能做别人不敢做得 为了自己要勇敢改变站出来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你会发现 我没有一直跟你们推荐新的股票 而且我在买的股票就是那些 我也告诉我的会员 这地方适当的等待 它绝对是值得的 好过你每天换来换去 因为今天我叫小贺带你们买的每一支股票 都不是为了节目上要表演涨停板 而是要能够验证 没有低头布局 不会有抬头涨停 所以现在是低头布局的状况 所以我的股票上上下下整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让他们消失过 对不对 因为既然后面是会好的 那又何必要因为下跌的过程 或者是上涨的过程当中 那个情绪的影响 影响到判断力 这一切都有技术分析的逻辑 所以你要懂得改变 回过头我先谈这个大盘 因为你们等一下也可能觉得心情不是很好 当然我也不想让你觉得说 因为这个行情后面有一个超级大行情 所以股票套脑的股票都不要卖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有的股票你买了以后就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 赔了两成赔了三成赔了四成 哇塞赔了四成超过四成还不卖 后面就算只有超级大行情 你大概也没有子弹 你又没有庆寄 可是头顾老师可以不一样 我就继续call股票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在做我的节目 我都是用操盘手的角度来跟你们谈这些东西 因为资金是有限的 所以操盘手要懂的是什么 我的钱要摆在哪些位置 我今天进场了 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戳出场 那如果今天行情是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还没有其他的一个位置点可以去做加码的动作 这个是很专业的啦 其实不是四个号码两个字 等一下我弹一支股票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 好 这是家庭股价指数的周线图 那因为这个时间周期它比较长 所以我用周线来代换 那简单的简单来讲我们拉近一点 这条蓝色的线就是季的移动平均线 那么下面这个绿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半年线 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 当季线跟半年线形成黄金交叉的时候 通常都有一波回撤 那这个礼拜是一个黑K嘛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回撤 好 当然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回撤之后它会怎么样 它会大涨 所以你去做做功课 当历史 翻开历史说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 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 当我的骨架 在季线之上 那季线又在半年线之上 然后这两条均线 它都是上扬的状况 这都是很严苛的条件 全部成立的情况下 它会回撤 回撤修正季线的一个正向乖离之后 它后面会大涨 而且这样的讯号 平均一年只会出现一次 我再讲一遍 这样未来会大涨的中线的 多头的技术分析 技术面的讯号 它一年 平均一年只会出现一次 那上一次出现的时间点在这里 我们拉近一点 可以再靠近一点 好 季线跟半年线型的黄金交叉 这边有一段回撤 回撤完以后这边九千点 它就开始攻了 攻到万点 直到这两条均线再形成死亡交叉 才开始做崩叠 好 那么这是去年的一月份 再早之前就要追溯到 这一个讯号出现之前的再前一年 在这里 两条均线黄金交叉之后 这边有一个回撤 回撤完毕之后再次往上走的时候 这是八千五百点的位置 一路涨到九千五百点 好这是不是大行情 而且这个行情它维持的时间是很长的 两个都是大概一千点的行情 但是一个维持的时间超过一年 那这一年当中就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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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票 它在不同的时间点发动它的主身段攻击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跌下来 不要错过 真的不要错过 好 那么今天原则上加均股价指数跌幅还好 但是投资朋友会不开心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的柜台指数跌的非常多 好 大家应该记得 这一根长黑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跟着大家解这一根长黑 然后这个长红就出去 然后这根长黑再下来的时候 这个没有多久之前你们记忆力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我怎么跟大家解这一根长黑 后面又长红上去 好了 那么你们认为今天下来的时候 它破了这个低点 破了这个低点 好 那你觉得我会怎么跟大家解这根长黑 我的答案很简单 早买点 就这样子 早买点 没那么多普通赛就是要买股票 但是要买什么股票 那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让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去证明 你可以不急不许的去享受波段获利 你可以超越市场享受操作乐趣 你可以拥有技术分析 成为真正的操盘高手 你可以历经多空循环 也要能够全身而退 这是我一直在诉求的事情 好 否则多头市场来的时候爽爽赚 整理的时候就已经输光 把赚的输光光了 然后稍微这个空头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已经停家荡产了 这是我看到在这么多年的市场里面 15年证券市场的经验 然后将近9年的投股老师的经验 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有些时候风险的控管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打个比方来讲 这支股票大概是今天大家骂死 好 那么这一支股票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在跟你们谈什么 利空不断400元的私募 然后跟周三前的一档股票有关系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检调去搜索了吗 还没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们 不要买浩鼎 因为买浩鼎之后会变浩呆 可是浩鼎的400块 它攸关的是生计的新药股 它这边会不会出现多空分界 那我认为 我当下我认为说 不管怎么样 这支股票它的风险是极低的 好 有时候人家之间说 我认为啦 浩鼎就算有再大的利空 基本上这支股票 就算做错啦 都不会赔到钱 好 这是上个礼拜五嘛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直到礼拜三 从这边上来 好 那上来的时候我也提醒你们 你们都很厉害 就是我遮成这样 你还是知道 其实我遮住 我其实不是不让你知道 我是怕你受伤 好 所以你们都喜欢这样 就是 这个 这哪长哪 没长 长上来的时候就爱了 那就买到尖尖的位置 好 如果你 自在这个点位买的时候 上去 今天因为浩鼎立空下达 下来的时候 跌停板浩鼎已经跌破四百块了 那当然 当然它的利基点不在啊 那即使是这样 你都还是可以安全离开啊 只是你买在尖尖的位置之后 就不开心啦 对不对 这就是计较那个买点啊 就是在出手的过程当中 都要先评估 如果风险来的时候 这个风险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能够安全离开 这才是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未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 运分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 无分之 无分之 不好 各运打头顾 风行操盘室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通通四五八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旧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室 有脸书哦 标普情马 新闻破敌 技术实战 考古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旧小鹤 此股三档妹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旧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旧小鹤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遇见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部分都跌停板了 现在是盘面上最混乱的一个族群 因为包括检掉搜索 然后这当中会不会再有利空出来 这个大概没人说个准 可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在520之后 它会云淡风轻啦 那有些股票它其实没有价位上的风险 其实我不认为它会崩蝶 但我不是指浩廷或忠誉 是一些心要乎 可是那个会拖时间 就是有人进去为什么不会崩蝶 因为是因为红码在谁的手上啊 但是为什么会拖时间 是他必须要做一个掌声上来之后才有办法 人家两万班那台只会出嘛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你没办法坐假 所以他就会休息 那我想说操作中誓 就誓言有抗誓 那当时你的时间也是成本 尤其待会员是有会期的 时间是成本 那么相对的就要知道怎么去判断 这个很重要 那生技股的部分我相信啦 虽然我没有给我自己什么国王王子的封号 但是其实我在分析每一次的转折 甚至那些个股 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我在证明什么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而已 而是要懂得把烂牌把它打好 那我现在就想要访问很多人 你们过去都在分析这个生技族群 甚至手上都还有这些股票 你们不能躲起来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会员 甚至你的观众去做交代 这样说不过嘛 对不对 好那有些股票它大波段看好 分段的操作 你看这个 我们在操作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看到的微星上来 我讲过了我就不要你们买微星嘛 这上来以后就是整理 当然它还会上去啦 我认为电竞的产业它是一个很正面的 可是你要操作 它又把它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波动啦 那这个波动大时候才有所谓的价差嘛 你看这个微信37块买啦 40块出掉 38块1买 涨停板43块2 4.2这边再出掉 好就这样两趟 好 价差的话是8块半啦 就是买个实账的8万5千块啦 好当然有些人可能买更多 如果不卖呢 好第一次进场的成本是36块 是36块7毛钱嘛 对不对 然后40块出 38块买是3.25再出嘛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为什么出其实也不是我说的 是技术分析给大家讯号啊 不是我姓首年来的看读说故事 不是这样子 那我要访问大家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36块7买了 就就就就一直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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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路就是看好 看好看好 每天都是看好 现在没赚钱了 我我我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那尾讯的基本面都是好的 包括营收的部分都还在成长啊 对不对都是看好都是看好都是看好 但是这样看好 这边也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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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这样子一路抱一路抱抱上抱下 这样是对的嘛 好像不是吧 所以有些时候大波段看好要能够分段操作 那反过来我想问大家 因为我每次在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都要等验证 验证的时候常常都买在那个尖尖的位置 尖尖的位置 那 标谷 我不要讲标谷啊 这次没有很标啦 操作真的是四个号码两个字吗 好好去想一想 好这个这个东西要怎么说呢 很多人每天都在看电视 然后每天都看 当然投顾节目这么多啦 好那今天可能上面的人看多 下面的人看空 下面的人就看空什么上面 其实你接触这么多资讯 其实你反而是人家讲无招胜有招你知道吗 如果你丢个铜板二分之一的话 你至少还有一个机会 一面机会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是时时刻刻都在摇摆不定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胜算 好所以这是习惯啦 如果你每次老师都是习惯在问 四个号买两个字什么地方买什么地方卖 那么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就可能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或者是你老师就是在看电视 然后什么冲上去就买 然后股票都卖掉再买这个 卖掉这个再买这个 平凡的交易 你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看你的步子 适当应该去做改变 适当需要去做好好的改变 否则你的命运永远是这个样子 讲句不客气的 你拼什么贪钱 在台北五岁里面 你看电视 看保证 拼来拼去 你拼什么贪钱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有四个号买两个字 真的贪得就大钱 所以讲话不客气 我真的是为大家好 技术分析的最高进行 要是能够看到未来 有些时候那个点位 来的时候就必须买 对不对 你看这是163这个地方 好 它今天也算蛮抗跌的 原来是冲上来163.5 当然我不是看这个短线的部分 而且如果我今天是这样 沿路叫你买下来 那真的很不负责任 可是我们不是 我在告诉你说 我看的是这个东西 周线上的角度 所以针对一些股票 基本上我在我的 Facebook里面 我都有去做一些 比较详细的补充 但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能够了解说 操作 你是在操作 不是在买股票 然后囤在那里 然后每一次每一次 行情出现变化的过程 然后那个节奏 掌握不好 你可能下一波就算是大多头 你就先断头 扫光光的 我后面可以给你修态验证 但是又如何 没有赚到钱都是往南 很多的东西 基本面是基本面 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讲这只股票好了 这只股票 这边不是我买的 我再讲一遍 这边不是我买的 早上掉下来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可它这边是有讯号啊 如果这边 这边是一个神秘的买盘 当然我不能讲 它一定是要 把它拉抬什么之类的 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是 尤其在行情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更要去看手上的个股 它的基本面变化 那基本面的变化是未来的 Future 所以28.5 363739 你让这边的分段操作 这个地方我不多做 都没有改变 它就是一个整理 掌停板看好 跌停板就看杀 掌停板就恭贺会言 跌停板就让它躲起来 这样做都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样做都不是对的 股票真的不能多 那现阶段有些时候 最近我有会员问我说 我们好像动作比较少 站前双看买稍贪啊 适当时间你该出手的时候 那个股票价位到的时候 我会出手 时间到的时候我会出手 该快该慢 它都是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掌握得对 才能够赚钱 真的不是每个人要笑的笑 我又不是为了 为了表演掌停板 去做交易的 不是吗 改变才能真正的与众不同 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变 如果黄黄中日 每天都爱买卖之间做选择 是不是一天做错就没有大串的机会 那么至今的部分 你们看这条线 这是上一次背里的位置 这是155 158 今天来到156.5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整理 这个整理形态会整理多久 当然这个时间我有去做一个计算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的会员不是一个两个 如果说今天只有一个会员的话 就买个十张就OK 可是十个会员如果要买这样的股票的话 它一天的成交 它目前的成交量最大的时候是一千张 超过一千张左右 那就不然它需要一段时间 你想嘛 一个会员如果资金是一百万就好了 一百个会员它是多少 它是一亿 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 今天不是我错误 我的会员不止一百个 所以有些时候操作的过程当中 带部队打仗跟你们想的 就是说一一一一一一 那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时间到的时候 我会暗示大家 那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变 什么都没有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在不断的操作的过程当中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失去了信心 这个就是考验三颗星 让我们与你的现实交手 你将重新扩大梦想的版图 行动是追接近胜利的捷径 我认为回测过 它真的会是一个超级的大行情 我觉得你们在掌握 这个超级大行情的时候 要能够至少吃到80%以上的 长幅 不要在贪的时候都没有贪到 不要在贪的时候 清清菜菜 贪一下餐 贪一下贪一下 这样真的很可惜 所以有三颗星的同学 你们要为未来做最好的准备 那最好的准备 就是跟着一个最有纪律的操盘团队 迎向接下来的超级大行情 有三颗星的人 电话拨通就对了 但是融成 飞降载 不叫狐马 杜鹰山 散会的真之声 画容点金 感谢收看 欢迎加入 电话拨通 财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飞切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吹起听 请起听 无分之 无分之 好 各运达投顾 风行操盘式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统统四五八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旧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式 有脸书咯 标普勤拿 新闻破敌 技术实战 豪普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式 运达投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 旧小鹤 十股三档位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 旧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旧小鹤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 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鸟生办 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同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空间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市长 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叶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 022 365 3255 1 1 2 3